年近八旬一生与冰雪结缘 培养了40多位全国冠军 参与建设全国十余座雪场 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第一个 高山滑雪双料冠军彭仙舞 8月7号记者在黑龙江哈尔滨 见到了这位滑雪冠军 05年全国比赛 我是参加了三个项目 辉转 大辉转和滑江 辉转我获得了第一 大辉转也获得了一 滑江获得了第四 大辉转虽然是拿了冠军 但是有个遗憾 这辉转该拿的就是队的 之后我的辉转拿冠军 结果没拿成 彭仙舞今年78岁 参与滑雪运动已经63年 1958年 彭仙舞加入牡丹江滑雪队 一位善于在训练中总结经验 很快自己独立研究出了 反攻型过弯姿势 凭借出色的能力 被八一滑雪队看重 并参加了国际比赛 这个训练当中 教练就感觉到 你应该按照苏联专家 讲课的那个方法来转 我感觉我说这样不快 对比我们同时一块训练 它支线比我跑得快 它11米多 我那支线12米多 结果我一跑曲线 我比它快 所以我总结出了我这个方法是对的 所以我一直这么坚持的 最后那个61年出国的比赛 参加第一届收集运动会的时候 我一到学场 人家都是像 我感觉的跟我这个划法 一样了 同步了 他们也是这样的话 我在运动员生涯结束之后 彭先武成为了一名滑雪教练 并在全国培养了40多位滑雪冠军 不过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继续培养更多的运动员 1999年的第九届动运会 我带了两名队员 到了俄罗斯的 那个烟尼赛河的上游 在那个小学场的那训练 因为那学期早 在那个训练的时候 跳起非常艰苦 我这个腰原来受伤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是出现了很多的毛病 这腰就疼 我就扛七门杆 我七门杆 运动员要拿 我们要他们拿 因为他们还得 生日时间 还有他们还得要训练 今晚扛走的时候 这一公里多 我一共突出两次 我说我们这个九冬会 结束了以后 不管好 不管 我要干 我非得要干好 我不能把你孩子辜负了 就是我爸运动员 你招来以后 你不用心 你光照顾自己 尽管不能继续为国家 培养更多优秀的运动员 但是他仍然心系滑雪事业 在机缘巧合之下 参与了北京第一座雪场的建设工作 能够上任建造雪场的工作 这与彭先武早年的经历 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年彭先武退役后 认真学习机械方面的技术 并用三年时间 掌握了整个机械加工的程序 再加上 他在日本勤工简学时 学习的经验 对建设滑雪场地规划设计和施工 起到了很大帮助 在一个在日本勤工简学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这一边 80年在日本勤工简学的时候 我们也在雪场这个缆车 我首先我在那操作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 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 我说以后中国肯定要有 我就把他的起终点 他们的操作房 控制控制控制 控制间 我都进去了 摸索了 知道了他运行的规律 他的机械传统原理 我这都看了很多 包括夜间他们运功造学 我们有的队员都在 咱们看电视图 我就偷偷地跑到山上 看他们运功造学 所以我对这个了解 也有很多 他造学他们的方式 对这些方面 了解了很多 所以回来整学厂的时候 我大胆地就可以做运功造学 我可以提出我 直接提出我的意见 如今 彭先武已经在全国 参与建设十多个学厂 他认为 器材落后 学厂少 这是中国曾经滑雪事业 发展慢的原因 彭先武 想要在全国的各个城市 都建设学厂 让中国的更多人 参与到滑雪运动中 共同促进 中国的滑雪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